奇怪 怪的是什么 台股今天盘中见到万点 从上个礼拜或是上上礼拜 早就台股在暖身了 我几乎在三大法人当中的投信 没啥念到投信站在买方 包括今天万点 他一点都不理睬 你看已经连卖两天了 所以冠卿我要个答案 就是投信不做账了吗 这一会儿上万点 他该不会连车都不想上吧 投信 其实刚刚汉伟有讲到 因为很多投信经理人 应该是比在座各位 可能只有大概跟汉伟年纪差不多 但可能比我还都小一点点 其实我跟汉伟年纪没有差很多 太年轻没看过万点 所以没有高兴跟 所以他们很可能会觉得说 上次万点你不出的话 后来都是枉然 很可能类似这个样子 这次会不会连过他们的眼镜 另外一部分就在于说 其实我们去研究 这个投信的基因的一个规模增加了 就是申购的一些人数 老实说好像也没有很明显的 增加 因为真的是有些资金外流 所以很可能是因为这样 他们根本操作上面就是 上来就先卖 尤其包括像大力光也是一样 其实大力光在这一波段的 一个上涨过程当中 投信老实说 最近可能又进来买一点点 投信卖五天了 先前是一直卖 对 所以就一直在卖了 他们说真的 老实说还有这个大力光 像什么元大 或像那种比较大型的 什么国泰投信 都微乎其微了 所以这一波的行情会不会走出 出现了让这些投信年轻的基金操盘人 敌破眼镜 我想的确是没有错 但是大家说真的 能够当操盘人 他一定有他一定的一些底子在 所以当然我们去看看 到底哪些中小型股 可能是投信未来锁定的 或是现在已经锁定好的标的 虽然说最近没有买 当然说以操作策略来讲的话 我们用三个操作策略 第一个就是 外资投信同步买操 我想很OK 既然大家都在买的话 那只要大股东 不要大幅度升上 应该都OK 另外就是外资买操 但是投信没跟上 可是股价开始没有跌 或股价甚至已经在往上走 投信会去跟着外资的尾巴来走 因为不只是观众朋友 不只是散户会跟着外资走 其实投信也会这样做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基本面很强 但是股价已经先做过 回档的一些股票 我想这很可能就是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选股重点 那我把这些 把它区分为这三大类 第一个是汽车概念 第二个是PCB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传产类股 那像汽车概念里面 这两档股票里面 像企机跟核大老实说 这两档我都还蛮看好的 那如果说一定要去挑一档股票的话 我挑的是企机 因为企机第一季的营收 是创造历史新高 它的主动式的防撞雷达 获得欧洲车厂订单 老实说这个去年新闻 就已经看到不想再看了 不过今年的一个精彩的 除了这个防撞雷达之外 在它的NFC 加上它的雷雕天线 就把它合并起来 3529就好了 这档股票叫力旺 力旺它在悄悄的 它最近以来股价走势 也越来越强了 所以你把它联想在一起 你说真的力旺很高 跟大力光样很高 你不见得买得起 可是这档股票它有NFC概念 那主要是因为它的天线 可以跟NFC来做一个融合 然后出货给手机厂 然后另外在数位家庭 跟无线广播 还有车联网部分 其实它现在成长性都很强 那另外在第二个族群里面 就是我其实我在这节目 很喜欢讲的PCB族群 因为PCB就是所谓的电子之母 如果说今年电子业很好的话 PCB理论上它应该都要成长的 因为PCB对啊 您刚刚说电子之母 对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这四档股票 我认为都很OK 那如果以这个选择来讲的话 当然台郡跟富桥 是投信跟外资 都是同步买超的 那其实先前在节目 跟大家讲过富桥 然后包括台郡 其实上上礼拜 从法说会完之后 股价就很强了 这个就不用再多讲了 那后面这两档 台光电跟先锋 其实也是先前在节目 跟大家介绍过的股票 那这两档股票的特色是在于说 他们股价都回挡了好大了一段 那以这个台光电来讲的话 投信更不客气 四月份以来已经卖2000多张 可是呢 如果以外资的操作来讲的话 台光电呢 这外资在四月份 它依然是加码了1279张 那为什么就在于说 它的一个主要的客户 都这些你都听过了 什么华通啊 真顶啊 见顶啊 新兴新象电 除了新象电最近在跌 那新兴最近也很烂之外 其他像真顶的股价都不知道 就飞到哪边去了 那它客户好 它自然跟着好 然后呢 它的一个耐高温的一个 耐高温的一个铜箔基板呢 用在这个基地材跟伺服器里面 所以呢 它去年就赚了4.9亿元 用现在50元左右股价来看的话 本益比真的很低 而且光是去年第四季 它就赚了1.71 今年第一季 要赚到1.71不容易 因为今年第一季 营收是稍微少幅度的 一个掉了下来 可是呢 很可能在今年的一个 以这个营收的计真来讲的话 或许还是相当不错的 另外在先锋部分呢 这也是很有趣啊 因为呢 这先前也是 这跌了好大一段 它跌多少 它跌了21%啊 它到今天刚好回测季线 而且刚好止跌 那主要呢 它三月份营收 事实上是创下历史新高 主攻就是4G基地台 用的一个后铜的一个PCB 而它主要的客户 这个客户很有趣 就是这个全世界 市占最大的 就爱立信 Arisen 然后呢 它的伺服器的基板的部分 它是供应给这个惠普啊 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因为股价 已经做出大幅度的下跌 而且它的获利啊 它营收这么好的话 当然这种跌到 这种情况之下 做止跌的 我想也是一个 相当不错的安全的选择 然后最后一段里面 就是所谓的传产股 当然中间有一档股 叫红毅 老实说 能不能买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每天一直涨嘛 对不对 但是呢 真的是投信也买超 真的是外资也买超 都没有错 那另外一档叫做百合 其实也很厉害 百合的股价 老实说 这都已经创架历史新高了 也是投信大幅度的买超 外资也是大幅度的买超 这一波的那个传产股 应该是仿先 应该中盖的部分 仿先类股这些 先走在前面吧 没有错 那百合呢 又是走势很强的一档股票 另外包括像是这个 后面这两档 像是什么 吉胜跟汉翔 像吉胜投信买很少 可是呢 看起来是有点热身的一个感觉 外资买超了在将近四千张 那汉翔这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投信是买超一千两百七十张 那为什么外资是减码呢 其实汉翔这个有个故事的 因为汉翔的外资投资上限是百分之十 他目前刚好百分之十 所以他不能再加码了 不过市场传言呢 很可能会开放投资上限 因为百分之十老实说 对于这种公司 他主要是做航态 航态应用的 那做引擎 那个不是每一家都做得出来的 对 听说汉翔的基本面还蛮强的 对 所以如果一旦 这个外资的一个持股比例 能够放宽的话 我想这股价 现在虽然是创新高 我想股价飙上去的机会 事实上是蛮高的 好 这个感谢冠青后 投信一定会快步的 追上第二季的作帐 因为他不可能 落掉这一波台股的万点行情 哪些的标的刚刚已经说了 今天我在念那个 外资投信买卖超 我有特别停了一下 强调说 好奇怪哦 外资投信同卖超 这一档电子股 这一档的电子股 请上分 就是2317 红海 红海今天只有小涨一毛钱 收在94块7K 最近的股价 有点涨起来 时间拉长一点点 就看出 它的底型 似乎是有点期待性 但是这个期待 没有郭台铭董事长 今天的这番话 让我更期待 如果真的能够成军的话 台湾 is number one 有没有机会 你看 他说的 国际产业策略上 期望台厂 能够大家 联手 合作 对抗 韩国的神送 而且还提到了 台积电拿下 A9的订单 它是主要的 推手之一 我们先提了 这个是网路上的消息 也是今天最新的 但是 至今 郭台铭董事长 还没有说 还没有承认说 这就是我说的 总之还要麻烦 科技王阿文塞 帮我确认一下 如果真的可以变成 我们台湾一条龙 对外 那可强 对 我想 这个郭台铭 郭董事长 讲台积电拿下 A9的订单 是推手之一 要当这个梅人 要成功的话 也是要有 郎有情 魅有义 刚好说说 苹果有这个想法 台积电也够蒸气的话 那就水到渠成 那我们来看字卡的部分 我想第一个 就是这个A9之前的话 这个韩国的报纸 每隔一段时间 就说我们拿到 我们拿到 好像真的是他拿到 但是每次他一说的话 我们这边大概意思就是说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那时候的预估说 台积电再怎么乱 还是有30% 那70%就是你三星 或是各方的 你们去分 那我至少有30% 那最新如果假设 这个是诚实的话 现阶段的话 为什么说郎有情 魅有义 就是说苹果他也 本来就喜欢分散 他不能就说 他一记7000万支的 一个所谓的手机 全部集中在 三星 他也要是说 我7000多万支 在第四季卖得这么好 我也要分两个部分 所以他现在就分得很清楚 I6S也就4.7处的 就给台积电 因为你10.9名 那plus的部分的话 我就给这个三星 那目前 他们两个的比率的话 是50%跟50% 所以两个是很平均 也没有说差距多少 所以变成说 本来最差是三成 最多七成 现在五成 所以沿着上就平平 所以我们看台积电 今天盘中图形的部分的话 也就是说 他的反应的话 也没有很快乐 因为乐观的话 应该是七成 背观是三成 那现在五成 那刚好起平均值 所以沿着上这个消息 也没有让台积电 股价就做一个 拉伸一个动作出来 虽然台积电的分 您看到到这个收盘 是收个小黑 可是您知道吗 早上台北股市 现货部分 将近十点钟 台股能够冲万点 一万零二点 是因为台积电 由黑翻红 你知道它有多重要吗 对 那我们现在讲到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鸿海帮助你 对不对 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话 我们的企业联盟的话 就要形成 以前是帮联 是比较松散一点 已经有联盟了 那未来就是把它邦宁 变联邦 那个紧密度的话更高 我觉得成功距离很高 因为根据现在刚刚 他们的一个 所谓的评估的话 就是说台湾的半导体去年 如果用美元 因为一直在波动 大概我们是730亿美金 但是美国是690美金 所以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 对对对 因为会议有说 你可以用30 或是31 32 到底要用哪一个算 那它有波动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是赢美国 所以我们半导体 已经全球第一名了 所以我们的企业联盟 我们产生的效果会更好 因为我们已经有实力了 这个联盟更紧密的话 那更厉害 如果说我们四三一差 我们表现不好 再联盟的话 也没有意义 团结力量大 你分散打仗 没有团结的力道 我们邦年的话 我们就全球第一名 我们如果以后是一个联邦的话 我们更厉害 那现在有些人就说 人家韩国是大企业 台湾是中小企业 所以我们拼不过它 我们都会有这种思考逻辑 因为台湾代工 代工的话就毛三道四 代工的话就是保三保五总队 那利润就很低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去年台湾的营业利率6到7% 韩国前十大企业的话 占它的比例是72.4% 表示它们都大企业 大企业应该很赚钱 但他们营业率只有5到6% 我们比它高 所以其实我们过去的话 就一直强调 红海 广达 这个所谓群创 或者是这些公司就说 它毛利率都不是很高 我们会有那种大厂毛利率不高的概念 但是其实我们大利工毛利是50% 我们连发科的毛利率也高 我们50%汉维科那些都90几% 那都是很高的 所以其实虽然我们的代工是6到7 是不高 但是其实我们很多的企业毛利率是很高 但是你韩国就不一样 因为你是十大企业就占72.4 而那些都重工的 化工的或者是造船的 或者是汽车 其实那个利润都不高 所以原则上其实韩国表面上 大企业为主感觉上他们好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 其实他们的营业利率没有比台湾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台湾更紧密结合的话 我觉得营的机会更大 所以接下来文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也感谢他了 既然我们半导体产业链如此之强 那么从上到下怎么个团结呢 有没有个模拟模拟计划图 对 其实我是觉得说我们这样来看 其实我们如果把IC设计前几大流 我们把它结合起来 在各个部门的话 比如说宜林华哥 我们在通讯的部分 4G 5G 其实他已经都到了一个规模上来的 他过去3G拼到最后 去年第4G的时候 他市占率是60% 再到这60%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打仗是小编 他打到最后3G在末端的时候 他已经打到市占率60%了 所以原则上他在通讯这一块 他的潜力实际是很强 那窗带装置的话 他目前所公布的那个软体 软件的部分的话 目前的话是全球最好 因为他的单晶片的话 什么都公益在里面 所以其实连巴克他实力很强 那林勇他做单晶片的话 他可以把去动IC的晶片 控制IC的晶片 数位相片 数位机上的晶片 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所以他在做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去动IC 就是把那个影像的话 把它弄得比较准确的 量度更高的 这个东西他也好 那网络的部分的话 这个瑞翼WiFi的话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都结合起来 把它团结起来 这是IC设计 对对对 强的把它结合起来的话 那力量更大 因为现在美国最近涨幅 最大是Broadcom 其实就是在机品 就在网络这一块 所以我们这一块 其实也做得很好 那封装你看 日月光跟精彩 赞 日月光这一个的话 它是一个系统的 一个组装的部分 也是一个单晶片的 一个组装的一个技术 现在苹果所有的 从手机 从平板电脑 从MacBook 从Apple Watch 全部都是用日月光的 这个技术 你其他技术我都不用 但是我就专门用这个技术 SIP 那苹果从Apple Watch 从平板电脑 从手机 从比较平板电脑 全部通知 那你想想看 它未来空间有多大 所以这个的话 本来已经跟台积电就结合了 这个结合的景度更高 那精彩的话 我们上次所讲的 它这两个技术 这两个技术 也是以后的一个主流 就三度空间的 这所谓的金银封装 这是未来的主流 那这个技术很高 这毛利都很高 那这用在未来的 维基电 或是指纹辨识 这都很强 总之再次上中下游 希望真的 台湾不要小看自己了 团结才有实力 才能够fighting 我们的主要的对手 就好像明天 台北股市的重心焦点 放在哪 好几家公司召开法术会呢 对啊 明天整个电子法术会 开始扮演 所谓的盘面上的一个重心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金融墙的部分 电子如果能够转强的话 其实对大盘是一个 健康的一个轮动 所以明天可以观察 其实有大概9家公司 是一个重量级的一个法术 那当中可以帮大家分成两类 第一个 强势股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可乘啊 远船啊 台湖啊 大江 都是近期盘面上比较强的 如果明天在法术会之前 股价能够续创新高的话 代表说市场对法术行情 是一个乐观期待的 那可以看到 盘面上有些比较弱势的股票 像宏达电啊 友达 这是很多投资朋友 手上都有的股票 如果在明天的法术会之前 股价也有一个转强的契机的话 代表说市场认为说 这个最烂的股票都转强了 那当然大盘的一个结构 就是一个正面轮动的一个情况 好 明天看盘重点呢 看盘重点 当然可以看到 今天盘中台币大幅度的升值 明天台币会持续维持一个升值的格局 如果是有的话 金融股跟电子 能不能健康的一个轮动 那第二部分可以看到 期货今天收盘 站在万点之上 而且这两个月的一个增加 都是大幅度的一个扩大 代表说未来只要整个增加差 维持一个扩大的一个状况的话 整个期货还是有机会带动大盘 继续往上做一个攻高 那另外可以看到 刚刚也有提到 整个贵买它的补产空间 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中小股的一个人气 就要靠贵买股 能够做一个维系的一个状况 所以整个大盘要做一个补量的动作 我认为说贵买指数在这边 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另外一部分可以看到 就是说苹果明天早上的财报的一个结果 会不会带动台面上的一个平概股 有没有出现一个转强的状况 像大力光的部分 会不会在创历史的新高 可曾能不能占到400块 台积电能不能出现一个转强的一个讯号 我觉得这是台面上观察的一个重点 另外就是说 外资大买的一个金融股的部分的话 明天是不是一个续墙的一个格局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 金控股就是元大金 开发金 中信金这些 对 还有国泰金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都是很观察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感谢汉伟的补充了 明天就看万点关卡能不能站得稳 还有如果想要站稳万点 国际变数不能带来太大的突发性了 不过今晚上